我记得我在报培训的时候很犹豫 因为我觉得做慈祭就是要身体力行会很辛苦 然后我怕我做到一半会想说 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后来抽到这句禁思语 我就想说真的半路也辛苦啊 那做慈祭同样也辛苦啊 那既然这样子我就来做慈祭 因为我在慈祭里面就开始发现说 我很多不会的东西 可是在慈祭里面就慢慢的学会了很多 譬如说我会写文稿 譬如说我们怎么去跟人家慕心慕爱 然后跟人家分享上人的法 所以在这五行当中呢 我发现我成长很多也改变很多 让我的心灵呢很丰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人家庭